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哥今天讲的话题应该在一个月前和大家分享才对 因为题目就是说你买衣服要不要洗掉才穿呢? 过年大家都会穿新衣服的 但当时我这个资料放在不知在哪个组织里找不到 所以今天找到出来就和大家现在分享 因为十月都是拜年迟,所以只要有心就不怕迟了 现在和大家讲一下,一年到季我们不是过年才买新衣服 我们随时看到都会买的 但我们很多时都买了以后就立刻穿,贪新鲜贪美 这个可能会影响了身体上的不息,你不知道的 现在专家就告诉你有什么情况 为什么我们买完新衣服一定要洗掉才穿呢? 因为有几个理由,第一,如果不洗 是容易引发皮肤炎和过敏的 因为为什么呢? 你去看的服装店,它都挂满了衣服 这件衣服漂亮,这件衣服漂亮 你会试一下合不合穿的 如果这么多人试过,但它不合,它没买 因为如果它本身有细菌和汗水 这些就会残留在这个物件上面 加上这个物件放在这么久的话 更容易藏有这几种的菌 就是电球菌,葡萄球菌 和一种叫罗病毒 而且很多合成纤维的染料 都是含淡的病胺染料 这些化学的物质 也可能导致严重的皮肤过敏 所以你买回来的新衣服 你没有洗日着 便容易感染皮肤炎,造成过敏 如果特别是体质容易过敏的人士 更容易诱发这个情况 第二件事,竟然可能会致癌 听起来可能很严重 但原来衣服根据生产国家的不同 是可能带有不同的有害化学物 新衣服要洗很多次才能去除 像吐淡笨胺的染料 接触皮肤会引发红痕痕、干燥症等症状 而甲醛视枝也用在服装方面 为什么呢?因为减少皱纹 不会摺得那么差,同时防止发毛 而不只是甲醛致癌 树枝也会导致湿 而服装方面所用的 表面的活性剂 英文叫NPE 是一种有毒的内分泌干扰剂 如果我们不洗了来穿 那我们就受到干扰了 就算消费者洗了NPE 它在环境之中 会分解成一种环境激素NP 连污水清理设备也无法阻拦它 直接流入水域 所以有些科学家认为 这些是会增加患上癌症风险 第三就是会有寄生虫感染 衣服里面可能含有 试过人穿的细菌和寄生虫 这些衣服你买回来后 其实之前是被很多人穿过的了 如果穿过人有传染病 它可能会传给你的 因为这些细菌和寄生虫 它可以流传在被试过的衣物中 同时在制作过程中 这些布料可能随处丢 可能放在地上也未定 容易又重沦 所以你没有洗过直接穿的话 这些可能隐藏在衣服里的塞 就会进入你的身体 造成感染了 那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新的衣服呢? 听听专家意见 这位是专门研究 接触性皮肤炎的 哥伦比亚大学 医学中心的皮肤学教授 Donald Bassetto 他就说不管是大人 或者是小孩子 穿的新买衣服 最好一定要用水洗过最少一次 才再穿 不管是什么材料也好 买回来一定要先行过水洗 他自己就是 一定用洗衣机洗两次才穿 就算洗的时候 不需要加洗衣粉 加清水洗 他也要洗两次 因为他认为这些塞 会停留在布的质地上 他曾经遇过有些皮肤病的患者 是因为试穿衣服 就染了这个塞 而有些传染疾病 是透过衣服的布料来传染的 他有个病例就是那些芥瘡 另外布料时时有些染料 甲醛树枝 这些残留物在这里 这些物质都是属于过敏源 所以教授建议 新衣服一定最少洗过一次 他自己要洗两次才穿 但有些衣物 好像大衣 或者乳涌 买回来整件衣服 你怎样呢? 最好拿去干洗 或者用毛巾铺上 用蒸汽烫豆 再烫一次 就可以减少感染机会 又或者在天气好 阳光普照的时候 拿出来曬耐一点 也可以有杀菌的作用 希望大家 就算以后买新衣服 也穿得更加安心 多谢大家收听